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一个牵直面圆轴运动的基本题 题目说有一个光滑的圆轨道半径是R 轨道平面跟水平面垂直 一个指点受到重力跟轨道正向力的作用 在轨道上运动的时候最大速率是最小速率的五分之六倍 重力加速度是G 则这个指点它的最小速率到底是多少 好这个题目你仔细看一下 它其实就是一个牵直面圆轴运动的基本题 虽然它里面没有讲到牵直面这三个字 但是它说轨道平面跟水平面垂直 那其实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怎么样 这个牵直面它不是水平面 它是牵直面牵直面的圆轴运动 那题目说这个最大速率是最小速率的五分之六倍 那求这个指点的最小速率到底是多少 来各位那很简单 我靠大家那最小速率在哪里 各位如果你要做一个这个完整的牵直面圆轴运动 这个最小速率 这个最合理的猜测当然是在最高点嘛 对不对 最大速率在最低点 好题目说最大是最小的五分之六倍 来你看一次题目 题目说最大速率是最小速率的五分之六倍 那我们就这样假设 假设最高点的速率是V 那我们要算的就是这个V 好最低点叫五分之六V 那怎么解呢 各位这题目呢不需要怎么样 不需要这个奇奇怪怪特殊的解法 这读书最重要就是要抓住那个主轴 好要把它组织起来 有系统 能量这张最基本的想法就是什么能量会增加 什么能量会减少 各位 这车子滑下来速率增加 速率增加表示动能增加 所以它增加的动能应该来自于减少了重力为能 各位这能量我们已经算过很多题了 增加的动能来自于减少了重力为能 所以增加的动能我们这样写 二分之一M乘上五分之六V的平方 减掉二分之一M平方 各位用后来的动能减掉原来的动能 我们之前讲过我们用大的减小的 大的减小的增加的动能 好等于减少的重力为能叫MG2R 各位那很快M消掉 这个二分之一乘以二消掉 二分之一乘以二消掉 这里变四 那这里呢我教大家一个动作 有时候计算过程写越多 这个容易出现计算错误 那当然我们讲的这个心算 也不是说很高阶的心算 你问我一个三位数乘以三位数 我也算不出来 不要讲三位数 两位数乘以两位数 我都不一定算出来 不要讲两位数 我小学的时候连九九成法都不太会被 每个礼拜 这个每天的中午呢 我记得小学二年级的时候 每天中午都被发展 出去怎么样 出去背九成法 因为我就不喜欢背嘛 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讲 这个也没有很复杂的计算 刚刚讲M全部消掉 好这个同载两倍 这里是变五分之六V的平方 减V平方 来心算一下 五分之六的平方多少 各位五分之六的平方是 二十五分之三十六 二十五分之三十六V平方减V平方 二十五分之三十六 对不对 你把V平方提出来 二十五分之三十六减一 是不是叫做二十五分之十一 三十六减掉二十五嘛 各位五分之六的平方 是不是二十五分之三十六 减掉一就是减二十五分之二十五 所以三十六减二十五十一 二十五分之十一 V平方等于四GR 所以V等于多少呢 二十五一上去一百 十一出下去 出下去十一分之一百 所以答案是十一分之一百 GR开根号 各位仔细提问一次 好这个计算 心算的步骤没那么难 M全部消掉 这个二分之一也全部消掉 同成两倍 五分之六的平方 二十五分之三十六 二十五分之三十六减一 那就是二十五分之十一 好二十五分之十一V平方等于四GR 二十五一上去一百 十一出下去 十一分之一百GR 那把它开根号 所以速率就是十一分之一百GR开根号 各位你看 是不是用我们讲的最标准的能量的概念 我就可以快速的把它怎么样 把它解出来 好所以答案呢 就是十一分之一百GR开根号 十一分之一百GR开根号 所以答案选什么样 选一选下 那当然了 有些题目说 老师 这个能量这样解 我们没挑战性了 能不能给我们一点special的解法呢 好特殊解法 当然是可以 特殊解法 问题是只能用在特殊的怎么样 特殊的题目 那我们刚刚前面其实有讲到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牵直命运症运动 在最低点最高点 根号里面相差四GR 如果你要利用这个结果来解的话也可以 好各位 那这个最高点的速率呢 我叫做根号XGR 那最低点的速率呢 我叫做X加4GR开根号 好我们刚刚讲 这个最高跟最低 对不对 在根号里面 在根号里面 就是X4GR 所以最高点如果是XGR开根号的话 最低点是X加4GR开根号 好来各位 他说最大是最小的五分之六倍 最大是最小的五分之六倍 好接下来呢 你就把怎么样 就把这根号的巨压 根号的巨压把它削掉 那全部把它平方 平方以后 X加4 等于25分之36X 好把它移过去 那一样25分之36X 减掉1 等于25分之11 所以X呢 等于11分之100 可答案不是11分之100 因为我刚刚讲试的是 最高点的速率叫做XGR开根号 所以把这个带进来的话 也是最高点的速率 这个最高点的速率 是11分之100GR开根号 其实跟怎么样 跟前面这一题的答案也是一样 可是问题是 你看我用基本的概念做 还蛮单纯的 可是你说根号呢 这个最高最低在根号里面 插怎么样 插4句 解释也是可以解出来 只是好像也没有比较快 所以其实如果遇到怎么样 遇到这个文字体的话 其实接起来没有比较快 如果给数字的话 我们用这个方法来做 或许怎么样 或许会比较简单 就像我刚刚讲的 如果考试考你说 这个最低点叫根号6句 最高点就是什么 最高点就是根号2句 给数字的话会比较快 那老师教你怎么样 教你很多种战斗的技巧 教你很多种武器的使用方式 那考试的时候呢 到底要哪一种战斗技巧 哪一种武器呢 这个case by case 视情况而定 当然有时候这是经验值 就用打电动一样 有这个经验值 那基本上如果说 他给这个是变数 那也许我们用能量最基本方法来解 就可以了 如果他给的是个数字 比如说他讲说 最低点叫根号7句 那最高点叫做根号3句 给数字的话 我用最高跟最低相差 根号里面相差4句 这样算也许比较快 那这题因为给符号 你这样算好像其实也没有占到优势 好不过两种解法 我还是提供给大家呢 这个参考一下 所以等一下再讲以上呢 自己练习一次 不懂的部分 再随时回来看影片的结束